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爹叫我的 小时候他常常给我听 如你所见,我是个青灯行者 除了超度怨灵,似乎也没别的事情好做 从前我也这样问过别人 当时他就一首诗回赠给我 地狱皆因心不悟 必落黄泉咫尺间 各人因果各人常 来者不拒 这是网生竹 竹心由我心血凝成 一旦点燃 就能借用我的部分法力 记住 这些怨灵只能超度 不能清除 否则他们身上的怨气 就再难消散了 好,咱们走吧 我来往江平原十余年 你是第四个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过路人 我身为青灯行者 为何偏做一身骤影打扮 其实我原本就是个骤影啊 我家市居补天岭 家里人不是上了私命台 但我将来就是入了骤影殿 而我爹因自幼身患影疾 不得修习法术 就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我身上 希望将来我能修炼有成 光耀门眉 可就在我成为骤影之后的第三天 我爹游历到此 被这江平原上的恶鬼所害 尸骨无存 恶号传来 我五内聚焚 便连夜拜别大巫柱赶来这里 想要为我爹报仇 就在你站的这棵树下 我遇上了幽怜君 地府判官 面目万千 你心中想着谁 他就是什么样 幽怜君 幽怜君对我说 我爹的惨死是他咎由自取 罪有应得 我自然不信 与他争辩起来 管他是判官还是阎王 我明言光平生怕过谁了 那种程度 恐怕对他来说 只是个无知小儿的玩笑吧 他衣袖衣服 我就如堕五色迷雾 等我回过神来 已到了一处荒凉广袤之地 一条浑浊的大河 穿过原野奔流而过 看不清归途 也望不见来处 我沿着河岸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来到一个渡口 幽怜君正站在船头 邀我上船一游 那船无舵也无鲁 顺着河水一路漂流 我们先经过了一座 高耸入云的山峰 骑上的花草树木皆为利刃 无数人被割得血流如注 却还不肯停歇地往上攀爬 幽怜君指着其中一人道 那是无奇 自古为求富贵 不择手段之人皆急于此 随后 小船又载着我们来到一处刑场 鬼子手先拔掉了那些人的舌头 又用铅水灌进他们的耳朵 一时间哀号震天 惨不忍睹 幽怜君说 在这里受苦的 都是从前造谣声势 偏听偏信之人 白天的伤口到晚上就会愈合 周而复始 永无停息 这时小船行之江心 对面出现了一片浩瀚无垠的火海 炽烈的火焰直冲天际 亿万生灵在其中挣扎呼救 他们皮胶肉烂 却始终无法死去 这些都是滥杀无辜之人 他们所造的杀念越重 受刑的时间就越长 幽怜君让船靠近火域 在火光中 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那是我爹 你知道 这江平原上的万人坑 是如何来的吗 都过了七十多年 再深的仇怨也已烟消云散了 事到如今 我只想弄清楚 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时我正在熟睡 醒来就成了孤魂野鬼 除了这把刀 没有任何线索 拿去吧 本来也不是我的东西 不许是 很难的 就这把刀 不许是 那是 我 这把刀 那是 实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把天成宝刀终于回到我的窍中了 那燕冲是我亲手杀的 但买凶杀人的是大将军楚颜兽 他罔顾道上规矩杀我灭口 我又何必为他保守秘密 楚颜兽昏诺无能 下面的人多有反应 燕冲只是其中一个罢了 也怪他自身形势不密 叫楚颜兽窥破了刑藏 这才招来杀身之祸 伤女卖孝 刺客卖命 至于别的道理 我一概不认 那么多怖 我为什么要不认这些 那影煞说得不错 人一辈子能想明白一个道理 已是天大的福气了 对了 你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遇见两个人 一个叫林河文 另一个叫黎然 林河文曾任兵部员外郎 也是楚颜兽的纸囊之一 黎然则是运送粮草的军奴 在民夫里极有威望 当初我们三人一起谋划局势 我失败深思 只怕他们也是凶多吉少 莫运之人 不敢有此奢望 多谢 这枚印章是咱们相约局势的信物 当初一共分成三份 你且那句 到时也好相认 林河文从前的军长就在水边 原本咱们决定一日就起事 先扮楚颜兽 再逐其党羽 然后率领大军投降李世 没想到十步我语 咱们谁都没能等到第二天的太阳 李染是李世的原亲 虽然早就出了武服 但在起兵之初还是受到波及 全家被没入军中为奴 可怜他一双小儿女 都还只有五六岁 却也要跟着父母一道 颠沛流离 那时他在为大军修筑壕沟 就在这一己的深处 这一切都没想到 亏得燕府将还记得我 不过这些年 我都想明白了 什么荣华富贵功名利禄 生不带来 死也不带去 还不如跟我老婆孩儿 好好过日子 苦是苦点 却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有句老话说 阎王好见 小鬼难堂 为了下辈子投个好胎 少不得要上下打点一番 我迟迟不去转世 也是为了攒些盘缠 到时候能选个富贵人家 让他们仨能平平安安过一生 这附近 都是穷凶极恶的怨领 我怕那两个孩子受欺负 就把他们安置在前面的水潭边了 你能帮我将他们护送过来吗 黎晨 我是楚元寿大江戏的亲卫 你所有心里的 都有狐共戴天之仇 是燕赋江 请你来找我的 是我一时失言 才让楚元寿起了疑心 这么多年了 我都无言再见燕赋江 我在阵前出生入死 那狗皇帝竟然贪图我夫人的美貌 将他召入宫中 欲行不轨 夫人宁死不从 偷还自尽 恶好传来 我悲痛女爵 恰逢燕赋江来游说举世 我便一口应成了 正在我们暗中筹谋之时 楚元寿倒行逆施 残害百姓 我与他争辩几句 他竟打了我五十军棍 我一时激愤 放言将来定要娶他狗头 但就是这句话 埋下了祸根 如今我忍死身灭 于仕途上早已无望 只愿归葬夫人身边 期盼来生再续夫妻缘分 他当年以死明治 狗皇帝勃然大怒 下令将他的遗体 沉入苍壁居旁的烂泥池中 永世不得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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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船 欧几年 他现在都不不張 一船 一蚊 两蚊 瞧你们 怎么这样顽皮 又得重新数了 真的 你 你等等 带我收拾一下 有劳你了 咱们走吧 有劳你了 爹 爹 抱 爹 爹 我也要拔 等来世吧 我一定抱住你们不放 大不了多使些银子 应该是值钱才对 帝府和杨坚也就这点差别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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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朝末年天下大乱 李氏起兵反抗暴政 一路上银梁影丛 兵风直指江都 为阻挡李氏南下 皇帝便派了一个叫楚颜兽的大将 率领十万精兵出城迎敌 谁知那楚颜兽贪生怕死 走到上淮清野就果足不前 还杀梁茂公 纵容手下屠戮百姓 一时间白骨遍地 实施九功 后来楚颜兽在于李氏的大战中 全军覆没 自己也惨死在乱兵中 优廉君拿出生死簿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我爹就是楚颜兽的转世 我也这样问优廉君 但他说福报因果 并非凡人所能明了 且生死簿上白纸黑字 绝不会错 我但要取过生死簿细看 突然眼前一黑 再争双目 已经回到这江平原上 方才地府中的种种景象 仿佛只是做了一场大梦 但我爹在火海里痛苦挣扎的模样 却始终挥之不去 似乎我一伸手 就能触摸到他烧焦的皮肤 优廉君法力无边 非我等凡人所能揣测 也是从那日起 我拜入青灯行者门下 法事渡进这万人坑中的冤魂 希望能助我爹早日洗清罪孽 脱离苦海 我爹 好 这个熟悉的味道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是哪里呢 夫 夫人 你说的夫人 是她吗 我本是这池底的一颗红莲子 终日昏尘 不知春秋 幸得尊夫人 真烈之气滋养 才能化为人形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唯有用法力护持夫人形容不符 如今你们夫妻重聚 也算是了却了我一桩心事 方才 我看见你在同那青灯行者说话 你们相识 当初夫人横死 怨气深重 多亏她细心超度 方有机会放下执念 前往地府转世 这枚帘子是我画灵后所结 开出的花能扫清污秽 净化怨气 劳你转交给她 聊表谢意 你转发怨气 既然如此 你随我来 这就是楚岩寿的殉命之处 希望这颗莲子能助她消解冤孽 重入轮回 好了 种下吧 你就是明颜光 正是 幽怜君有句话 命我带给你 请讲 凶犯楚岩寿 远该在火狱中受三百载煎熬 因你多年来超度冤魂有功 幽怜君法外施恩 免去她二十年苦刑 望你以后能精成勤己 亦如往昔 多谢幽怜君 恭送使者 敬畏填海 于公宜山 君既不负我 我也绝不负君 这回还要多谢你出手相助了 这回还要多谢你出手相助了 这回还要多谢你出手相助了